哈喽,大家好,我是KS 今天我们要谈一谈 MyEG 我收到一点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 MyEG今天也没有继续大跌 记得这个不是投资建议 分享一下,今天没有大跌 我昨天收到一些消息 就是讲MyEG,不是MyEG,那个Iris 2025年我们的官员 他们会改去这个 2025年会改去新的系统 他们自己的系统是这个Iris Iris开发的 Iris开发的,这个Iris 听讲它是政治概念股 它的这个关系不是现在这个政府的 它不是这个团结政府 是那个反对的政府 反对的那个政府那边 所以MyEG未必完蛋 未必完蛋 还有就是 现在某些新闻出来 讲MyEG可能没有到50% 它的收入是靠这个 Immigration 可能是20% 有些讲是20%罢了 暂时直跌了,我们看看 MyEG如果它继续在跌跌到很低 可以考虑吧 现在它 那个延幕还没有清 现在他们全部要等 等这个Immigration出来 等清一下是不是 confirm它会改去新的系统 因为 我们还没有 还没有听到这个 什么 内政部在讲 可能Immigration 可能Immigration这个 官员讲 未必还是 还没有 confirm 我们要等 或者内政部出来讲 才confirm 还有 还有 暂时 我们还是不知道 到底MyEG MyEG 很多 有些投资银行 它有其他生意 所以影响会有 但是他们影响也 不会弄到那个公司 非常的惨 不会弄到那个 只是靠 因为没有了 Immigration关系 Immigration的这个 合约 他们也不是讲 会很惨 可能 所以我们要等等 等等再看 今天看来比较平静了 不要不会 不像 某些公司 连跌三天 三天 五天 然后分分钟跌到停牌 所以这个暂时OK 暂时只跌了 我们再仔细再看看 拜拜